这个是我一个好朋友娶的 是赖鸣伟 神木宇同学 他也是一个艺人朋友 你怎么招惹他了 没有 因为他有一次就跟 我忘记他跟谁讲 说我叫强妮 我就问他 后来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说 因为我们以前在餐厅的时候是同事 然后他都看我带很多的谱 乐谱啊 很多很多 那他他跟我不一样 他是一张都不带 他全部背在脑袋里面 所以他每次看到我 他就说强力带谱来的 带乐谱 对 所以他说我是强力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带谱 就是结婚你这个职业习惯 给你取了这么一个绰号而已 但是我觉得 也是你的特点嘛 也不应该算是无聊 因为肯定是很了解你 才给你取了这么一个绰号 强力带谱 今天没有带谱来是吧 不带 不带了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沈化一哥 沈化一哥 什么来历 沈化一哥可能就是 我刚出道的时候没提取的 因为我可能那时候不太会讲 然后又因为不习惯 这个工作方式 所以就会比现在讲话 还笨笨笨笨笨 真的 那我要谢谢你了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算 讲话讲得多的了是吗 拜托啊 我们45分钟的节目 不要只是一两个字的回答我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 很多的网友都说 要挖掘你的方方面面 可以可以 方方面面面 不要审话好吗 好 代谱要多一点 好 讲多一点好不好 好 刚才说的是你的一些 绰号背后的故事 那我听说你小的时候呢 好像现在看起来蛮乖的 但是据说你小的时候呢 这个叛逆性挺强的 反抗父母 在学校里也反抗 是一个问题孩子 问题学生 是吗 真的吗 有多大的问题 我就是一个问号 天哪 那你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这个问号就会出现呢 我就长得像一个问号啊 所以 问题真的很多 跟我们举一两件具体的事情吧 你现在回起来 比如说在家里面 或者在学校里面 你这个问题孩子 我还不回家 不回家 不去学校 很多事情 根本就不回家 不上学 我还不回家 会 很多事情 我也想说 时间 祉 东西